我今天做主旨演讲有点当不上 我想从时间上来看 今年正好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十周年 从这个十周年是从雷曼兄弟 或者说两房和雷曼兄弟那个事件算起的 如果要是从次贷危机 可能还可以更早一点 那么这个十周年可以借这个机会讲一些题目 我个人从中央银行行长的位置上退下来 到现在才两个月 按理说也应该有一个叫cooling off 太敏感的题目 没有决定的题目 这个讲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所以我想借今天会议的题目 和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这个机会 讲一点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对经济分析和经济观察的 以及政策应对的方法论上 都有哪些需要思考的内容 准备的不充分 但是也请大家觉得也是给出一些题目 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 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 我们要观察一下 在这十年中我们经济研究 金融研究方面 以及政策制定方面 在哪些方面有所推进 还有哪些还有在进一步的研究 第一个问题 我想说就是在金融危机刚一爆发 金融界和政策界就结合其他学科 研究并应对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问题 那么说到稳定性问题 大家也都知道 从2008年底开始 就开始逐步推出所谓一些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 金融市场里头的所谓顺周期问题 应该引入逆周期的措施 那么逆周期的措施引进了最后形成的 最有代表性的东西 就是所谓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那么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逐步形成出台以后 又进一步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就是GCFIS 增强增加了逆周期调节的要求 又在2014年 在G20峰会上引入了TLAC 也就是说的总损失吸收能力 这样的措施 都是为了增强系统的逆周期性 那么这种研究系统稳定性的做法 从一开始实际上就借鉴了 其他学科的一些知识和经验 其中我觉得这些题目 在清华讨论特别有意义 因为清华更容易综合各种不同的学科 特别是数理和工程方面的学科 一个学科就是所谓控制理论 因为控制理论 直接研究系统的反馈特性 研究系统的稳定性 研究控制变量怎么确定 如何应对系统中所产生的脉冲干扰和接药干扰 这个显然是很直接的 再有一个就是控制论 我们说的是Cybernetics 这个控制论的角度 不仅研究了控制理论的内容 更包括了怎么样进行 这个叫communication 是通讯是怎么产生的 同时扩展到了人类动物 以及其他生物件 在这方面的响应的机制 但是中间也很大的一部分内容 就是研究反馈系统 再有一个就是电子工程 这个电子工程是特别对反馈系统有所研究的 为什么我提这三个学科呢 这确实是在2008年第四季度 在讨论危机如何产生 以及如何应对的过程中 在国际上的一些最核心的讨论中 大家都引用了这些知识 当时我还记得在2008年第四季度讨论的时候 中国方面在BIS 也就是国际清算银行和IMF的讨论 我们明确提出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就是认为 经济危机的产生和金融市场有一些活动 有一些产品包括一些比较冷门的衍生产品 脱离了实体经济 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 这些环节呢 容易大起大落 第二个呢 就是说系统中的 经济系统中的 金融市场这个系统中的 这个正反馈特性 过为突出 也就是说经济好的时候 这个股价也好 盈利也好 这个平级也好 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那一出了问题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落井下石 这是典型的呢 正反馈特性 那么后来呢 也有很多这个 不同的这个学者和这个官员呢 都在这方面 这个做了发言 写了文章 所以呢 把这个纠正 这个经济和金融市场系统中 过度的这个正反馈特性 引入更多的引入 负反馈环节 作为这个金融系统稳定的 一个重要的措施 被取得共识 但是在这个之后呢 这个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也有好多人呢 他不是这个熟悉 这个我刚才所说的 那几个学科 所以呢 他们对反馈环节呢 这个词呢 略微有些生疏 另外呢 就不太了解 什么是正反馈 什么是负反馈 有的人呢 觉得好像是正的东西都是好的 就像说正能量 正能量当然就好的 负能量是不好的 所以是不是负反馈不好 正反馈好 所以呢 有些人不明白呢 这个 后来呢 在2009年 这个春夏天的时候呢 由这个BIS 就是国际清算银行呢 正式引入了 另外一种 比较好懂的说法 就是所谓 这个顺周期性 和逆周期性 也就是 per-secreticality 和需要引入 counter-secreticality 的这个做法 那么这个做法呢 就是最明显的呢 就是 要 这个 在这个系统中呢 引入这个 资本缓冲 要减少对评级机构的过度依赖 反正这类措施呢 有一大把 都是建立在这个 减少这个正反馈 增加负反馈特性 那我把这个背景 讲完以后呢 我认为呢 就是 引入了 鸿安审慎这个框架 和逆周期 这个框架以后呢 这个 使得 很多事都取得了进步 但是也还有缺陷 也就是这个 说法呢 虽然比以前好懂了 但是呢 不够丰富 在分析问题呢 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呢 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覆盖 这个 还可以进一步深化 我觉得 作为金融危机十周年呢 这个问题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 那么 比如说 在控制论 在Cybernetics 和电子工程中呢 这个系统稳定性呢 是一个更复杂的议题 他们的分析 和这个处理的手段呢 也更加全面 首先呢 系统 并不见得 是一个 整体的一个系统 一个大系统 可能是由若干的子系统 所组成的 每个子系统 都可能有反馈环节 都可能有正反馈 或负反馈 所以呢 不见得一定要从 最终的大系统 来建立 负反馈环节 来求得稳定 每个子系统的稳定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点 再有一个呢 就是 一个系统呢 可能有多个反馈环 环 就是我们说 这些是 feedback loop 其中有一些 这个反馈环 具有正反馈的特征 有一些反馈环 具有负反馈的特征 最后呢 加总起来 是什么特征 是吧 那么最后是 需要观察和计算 那么也就是说 不止一个反馈环 而在金融系统呢 大家就好像说呢 不容易用这种思路 来想问题 所以说呢 最终想到的 这个所谓 这个逆周期调节方式呢 最后就比较过度的 集中在一件事上 所谓就是 823的资本缓冲 那么在此外呢 这个我们在电子工程里头呢 可以看到呢 对反馈环的分析呢 还进一步扩展到 反馈环的时间特性 时间特性呢 如果是针对这个 这个政权波的话 那么它就有相位特性 那么再往下说呢 它还有频率特性 一个反馈环 可能在某个频率情况下呢 它可能是负反馈 是有助于系统稳定的 但是在对另外一个 频率段呢 它有可能呢 由于相位移动呢 最后就变回正反馈 所以并不见得 一个反馈环建立好了 它就一定是 有这个全面的适应性 那么另外呢 从调节的角度来讲呢 如果我们不是针对 正旋波的话 我们需要考虑脉冲响应 和接要响应的话 那么就需要考虑 这个系统响应的 微分特性和积分特性 但是最主要的是比例特性 所以三个特性 比例特性 微分特性 积分特性 微分特性呢 就是想要快 稍微有一点变化呢 你这个反应呢 是要快 而且呢 可以过度一点 以后再收回来 可以说呢 中国2008年 11月初 就出台了 经济刺激计划 这是反应比较快的 是具有比较强的 微分特性的 但是也有的 这个国家呢 主张呢 这个动早了呢 得不到大家支持 还是多用一些 积分特性 也就是说呢 这个危机不断地加重 信号不断地在输入 等把这些都加起来以后 我再响应 这个响应呢 是应该说 可能是牢靠一点 但是呢 也容易滞后 最后一条呢 就是我们说呢 大家都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用到了断路器 叫Circuit Breaker 也有人说是熔断机制 但这个熔断呢 理解太简单了 就是好像说 保险丝烧了 就是功率太大了 保险丝烧了 把主电源断了 但是如果说线路断路器呢 那么就不一定非要是断主电源 而可以是呢 说把某个反馈环给断掉 给改变掉 也就是如果说 这个机能系统不稳定 是由于某些正反馈环 这个所起的作用 那么应该呢 把它摘除掉 摘除掉以后呢 就可能稳定了 或者摘除一段时间 以后再合上 那么我们大家都看到呢 在本次金融危机上呢 对于裸卖空 就有这个阶段性的摘除 就断了 断掉了裸卖空以后呢 这个系统稳定性得到了增强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我们 这本次金融危机的应对过程中呢 有很多类似这样的 这个问题的 这个方法的研究 使用了不同的学科 使用了不同的方法 还可以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第二个问题呢 我想再借此机会说一下呢 就是 应该更多的 这个考虑应用连续函数 作为这个政策制定 和政策响应的这个方法 我们说呢 这个 我们观察现在的这个规制 特别是金融系统的规则 有很多呢 是零一性质的 说黑白性质的 非零即一 非黑即白 还有的东西呢 是分少数几个台阶 用几个台阶呢 来应对不同的情况 这个 但是较少呢 完全应用连续函数 当然这里头也有计量的问题 如果是个好计量的这个东西呢 它也可以用连续函数 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 巴塞尔 巴塞尔一所提出的 最为关键的概念呢 就是资本充实率 银行的资本充实率 应该和风险加权资产 这个相匹配 这个成一个比例关系 但是实际制定过程中呢 我们有很多现象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陷入在零一或者是台阶式调控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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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之中 呃 这个呢 应该说呢 呃 是存在改进的机会的 那么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全球系统重要性基金机构 呃 那么当然最开始呢 是先是从这个 呃 这个银行开始的 呃 金融危机以后 大家最不满意的 就是用纳税钱的 纳税人的钱 去救了那些 大而不能倒的机构 对吧 这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题目 呃 大而不能倒的机构呢 在具体的每个国家 如果他出了问题呢 那个国家可能他要想办法解决或者救助 呃 但是呢 跨了国界就非常困难 跨了国界就变成这个国际的问题 就是国际的这个 这个资产处置啊 呃 就更加困难 所以呢 就更加要防止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出问题 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但是如果我们 想 画一个组别 这个组别是 是 GC 在这个组之外就不是GC 那么就在这个 这个组别最后一名和下一组的第一名之间呢 就存在了所谓 呃 峭壁效应啊 啊 我们说叫cliff effect 这个cliff effect呢 就到 早 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 大家就会争来争去 啊 我当时还记得呢 中国呢 就是工商银行 是吧 呃 当时 反正死活不愿意进这个GC 最后中国第一个进GC 还是中国银行 呃 那么因为确实呢 你一进去以后呢 可能监管要求严了 资本要求高了 是吧 这个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中国是 工东中间四大家都在GC fix里 呃 保险公司呢 也有在 呃 也有在里面的 啊 那为了解决这个 这种峭壁效应呢 就进行了很多轮的讨论 呃 其中呢 建立了一个呢 就是说 如果说不是GC fix 还可以是DC 就是domestic 就是国内的系统重要性银行 国内的系统重要性银行 各家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 回国自己去的岛 啊 这个 这个 全球性机构 就是巴塞尔和这个 金融稳定论坛呢 就 就不去管了 啊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中间也用了 所谓就是打分板技术 也就是说呢 呃 有一些 呃 光靠计量还不行 呃 还是要靠一些 这个 这个专家的主观 主观的这个判断 呃 那么其中一条呢 就是说呃 有一些可以是量化的指标 比如总资产 总资本 盈利 啊 但是呢 呃 你要做GCfix呢 大家关心呢 你的国际活跃跃度 你在国际上出了问题的 这个 这个对其他 这个国际金融市场的 这个牵连程度 究竟怎么样 啊 你要牵连程度小 虽然你这个银行很大 但是呢 他也不一定把你放在GCfix里 呃 所以就用了这 这这样的 这这些做法 呃 我说这个例子呢 就是说 如果考虑用连续函数 的话 这个事的处理 实际上会相当 现在简单一些 呃 就是呃 呃 呃 我们不一定想说 就是全球有三十多个 是最重要的 然后呢 三十多个以后的 那个第一名 就不那么重要了 而是说呢 他们是一个 有一个 系统重要性 系数 这个系数 可以是一 也可以是零点九 也可以是零点八九 也可以是零点八八 呃 就根据这个系数呢 再去呈 它的这个 监管的 这个 更严的教求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资本缓冲 这个 这个 这个的 数量 呃 那么呃 对于小国来 来讲呢 他们对这个事 有时候关心不太够 因为呢 对于小的国家来讲 可能他们就是有一两家 两三家 特别大的银行 其他都是特别小的银行 但是对中国 是吧 以及和其他一些 大型经济体 呃 这个界限的划分呢 就有些难 呃 我们有工东中间 比较大 但是剩下呢 因为有十几家 是吧 呃 啊 我们还有呃 开国开行 我们有交行 我们有多少家 过去叫股份制商业银行 实际上的大小都不太一样 但是是比较连续的 啊 分台阶是很困难的 所以用联系法呢 可能更好处理 再举一个例子呢 就是在巴塞 巴塞尔三呢 是呃 呃 轮经济危机 以后 这个呃 银行系统和整个金融系统 这个响应 金融危机 防止下一轮 金融危机出现呢 的一个最重要的 呃 政策制定 也是这个 这个金融稳定理事会 呃 巴塞尔 这个进程 以及最后呢 提交G20正式同意的 这个这么一个框架 但是这个框架呢 呃 迟迟没有最后落地 就是没有最后定完 就是一些主要的内容 去决定了 但是最后还是有一两项 争议的内容 呃 哪些呢 比如说 一个是执行的时间表 执行时间表 快一点 慢一点呢 但是这跟那个经济复苏的 这个进程有关系 大家希望在经济复苏以后呢 执行更严格的标准 再有一个呢 就是最后 巴塞尔三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呢 呃 是说 这个 在巴塞尔二的时候 呃 我们呃 强调呢 更多的运用银行 内部平级模型 呃 来对这个 这个资产 呃 对贷款 呃 进行 这个 评级 而减少呢 对外部评级公司的依赖 呃 但是内部评估模型呢 呃 又有一点 这个容易被人操控 呃 就是在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上呢 呃 如果说 呃 太偏离了 这个所谓标准法 呃 呃 这个标准的风险间加权分类 分类的话 那么呃 呃 就呃 呃 呃 可能被操控 可能呢 这个最后不利用机能稳定 所以最后呢 就有一个呢 呃 内平法输出模型的输出呢 最后有一个下限 这个下限呢 有人说0.9 有人说0.8 呃 中国赞成了0.8 有人说0.7 有人说0.6 就是吵了一年多到两年都定不下来 最后到了去年年底 最后呢 慢慢呢 吵来吵去呢 集中在75%和70% 呃 这两个这个这个下限上 呃 那么最后呢 定了72.5% 所以我觉得外部人看起来都很奇怪 这个巴塞尔这个委员会干了这么多年啊 呃 从2011年G20通过以后 一直到2017年这么多年 最后都吵的什么问题 最后剩下这么一两个问题呢 呃 这个争来争去 那么这个争论呢 确实也有道理 有的国家住房底下贷款 可能有政府引擎担保 所以他跟没有引擎担保的这个加权风险 呃 那个模型的输出呢 他觉得应该不一样 也有的国家呢 认为我的这个这个这个主权债 就持有主权债 这个风险评价呢 跟别的国家不一样 呃 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些变量 呃 适当的 这个呃 呃 函数化 呃 同时呢 采用连续函数计致方法 这样的分歧的解决呢 就会快得多 而且呢 可能减少了很多的能量消耗 呃 呃 我们说呢 呃 毕竟金融监管和这些 这个监管的指标呢 在某些程度上是 呃 说是 我们说是 以法执政嘛 所以很大程度参考了法律体系的这个思维 法律体系的思维呢 呃 怎么调节 那个呢 呃 一般不是他的特长 是吧 就是那部分呢 可能是连续的 但是他掌握着一个边界 这个边界呢 除了这条边就不行 啊 这个这事是 就是不能做的 就是要处罚的 所以呢 呃 从法律制定 以及包括我们金融调控的这个规则的制定 如果写成法律条文的话 确实是 01黑白或者台阶式 是比较容易描述的 这个函数式呢 是不容易描述的 但是呢 从调控角度 从实现系统稳定性的角度呢 这个 这个 呃 应该说呢 呃 可能连续的事呢 是更容易实现的 呃 刚才也提到了 如果使用连续函数的话呢 就会出现 更难处理一些不可计量的部分 呃 但是我们说 在金融市场中呢 呃 就像刚才所说的 这个 这个 GCFIS 是吧 这个 这些内容呢 它的多数内容还都是可计量的 对于少数不可计量的 呃 内容 采用专家法 打分法 或者加权发言权的办法 来进行制定的 也都是可行的 呃 呃 但是呢 不一定在全局上 呃 就是在总总体上 采用打分法 啊 也就是说 刚才所说的 像GCFIS 呃 你既然呢 这个资产 总资产 总盈利 啊 像这样的指标都是好计量的 你就直接可以用这个这个数字 对于不好计量的 比如说是国际活跃度 啊 啊 那么你可以 呃 用这个打分法 啊 这样的话呢 把它综合起来 那么再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 不管采用零一法 还是采用函数法呢 都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 它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人们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它需要 动态的进行校正 那么这个校正呢 在数学模型里头呢 我们说的就用地推的办法 也就是隔一段时间呢 呃 你采用一个地推的办法 对以前所设的参数权重 进行校正 呃 这个校正以后呢 它就会产生新一轮的结果 呃 那么这个也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说呢 第一轮 这个GCFIS呢 是中国银行在里头 后来嘛 就建行 工行 最后农行也在里面 这是 也是 也动态发展 也是校正的结果 这里顺便谈一下呢 就是 在整个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 在建立新规则的过程中 都有很多是妥协式共识 啊 真正的共识 有时候是达不成的 就像当前我们 众人关注的贸易问题 要想全全面说达成共识 是不容易的 啊 那么最后呢 是一种妥协式共识 在金融危机中 一个重要的内容呢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 啊 我们著名在这 说一些 IMF 这个第四 十四轮 这个 份额审议 份额评审 啊 应该说呢 2010年就做完了 做完的结果呢 就是 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 份额要增加 中国的份额呢 要一增加到 百分之六点九 呃 发达国家呢 要适当降低一些 欧洲要适当降低一些 是吧 在这个过程呢 呃 当然 呃 达成的整个过程中呢 是一种 呃 叫妥协式共识 呃 其实谁都是有谁的道理 那道理呢 你是说不服的 呃 这个 但是呢 最后大家都要寻求一种 妥协的办法 呃 但是妥协共识以后呢 还是有的国家不服气 特别是有些大国 如果他不同意的话 他说需要立法批准的话 是吧 就拖了五五到六年 是吧 是吧 大家也知道呢 直到这个两年前 是吧 也才真正这个 这个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么所以我们也提出一个办法呢 就是说呃 你可以用函数法的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 不管现在的 这个份额权重是否合理 但是你可以用份额权重 加权来进行表决 是吧 来进行这个 这个这个投票 呃 那么呢 呃 最后会产生结果 而这个投票结果以后呢 呃 反正你寄希望于 如果说当前的权重不合理的话 还有下一轮权重修改 也就是刚才所说的 递推式这个校正的办法 呃 那么在递推过程中呢 呃 大家就看到了呢 在第四十四轮 呃 份额评审之后呢 马上就进入了第十五轮份额评审 这第十五轮这个份额评审呢 看来呢 也是很难产生共识的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什么突出的进展 是吧 也是我们说是 Christine Lagarde 朱明 张涛先生 他们都在那头疼的一件事 呃 呃 因此呢 就是说 需要在这种 这个 呃 呃 这种 妥协式共识的方法呢 呢 采用一些 呃 新的思维 呃 采用一些更 更有综合性的 这个数学方法 来加以解决 呃 最后呢 我想讲一下呢 这个 呃 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 十周年了 这个 我现在已经开始参加一些 这个 总结全球金融危机 特别是产生的原因 啊 初始应对的时候 哪些做的对 哪些做的不对不对 这些讨论 我觉得非常有启发 呃 其中一条呢 就是 我感觉呢 就是我们 传统的经济学 和这个 写文章的方法 呃 比较注重于 单变量的 这个逻辑关系 啊 由A 产生B 由B 产生C 这样的这个做法 啊 比如说 金融危机的产生 有人就说 那 我的看法 就是从这个 货币政策来看 是因为 拿斯大克 泡沫破裂以后 美国 又紧跟着 又碰见了 安然 是吧 这个 这个 911 这几件事呢 就导致这个 一段长时间的 货币政策宽松 后来虽然开始收紧了 但太晚了 所以造成了 这个 这个 金融危机 也有的人呢 是从这个 MBS 也就是说 呃 住房贷款抵押 住房抵押贷款的机构 啊 都是一些小型的 这个 经济性机构 呃 因为他们可以 把住房抵押贷款 做的质量很差 呃 然后随后呢 就可以卖掉 卖掉了以后 就不关他的事 这样的话呢 呃 这种道德风险呢 造成了次贷危机 呃 呃 呃 这种说法呢 就是 这个 呃 都是强调了 某一条 这个逻辑路线 呃 逻辑的 这个 因果 因果的这个路线 但是实际上 金融危机的发生 肯定很复杂 所以有可能呢 是多种变量 呃 呃 不是单变量能解决的 可能需要向量的这个分析和向量的思维呃 呃 呃 才能够呃 呃 才能够呃 呃 做得更好 呃 当然我们说呢 我们的模型呢 呃 呃 分析呢 呃 往往是比较综合的 呃 但是模型的这个这个 这个应用的向量呢 呃 呃 这个 往往呢 是同一 呃 呃 同一个性质的 同一种关系的 这个变量的 呃 这个 给它写成向量 呃 比如说价格 啊 商品价格 呃 商品一 商品二 商品三 但都是价格 形成机制都一样 那当然 呃 描述成呃 呃 向量呢 呃 以及这个矩阵表达呢 呃 就会变成更加方便 简洁呃 呃 但不是抑制的 这个变量啊 呃 就是呃 这个 这个不同指的 这个这个变量 呃 呃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现在我们所能够用到的 不管是金融市场模型和经济学模型来讲呢 绝大多数是描写 静态 这个呃 平衡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说呃 从早期瓦尔拉斯一般均衡 啊 呃 我们说这个这个 Pariot自由境界啊 呃 所有这些呢 都表示静态 但是VG的产生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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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呢 可能是由于某些小概率事件所产生的 而小概率呢 有可能这个概率会 呃 会会 会变大 呃 就出现就是说 所谓尾部效应 和尾部变肥 肥尾问题 呃 但是从概率的角度来 来来出发呢 呃 呃 又不如不容易看透背后的本质关系 因为他就只是给他归结为这个小概率了 呃 这个呃 这个呃 传统的这种 这种这个这个思考模式和表达的模式呢 呃 呃 对于呃 呃 分析 呃 这个全球金融危机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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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得有所不足 同时呢 在各种讨论中呢 你就发现了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而你说我最后说完了以后 也不见得能形成一个一个东西 那么如果行不成东西呢 就对下一轮如何防止金融危机再度发生呢 呃 向量分析呃 呃 这个这个呃 做发展 呃 比如说 中国我们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在处理汇率问题上 呃 我们在这个国际上这个描述这个这个呃 中国的这个呃 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就采用了呃 所谓条件概率的表达法 呃 也就是说我们不把小概率呢 呃 当作一种未知的一种东西 而是说呢 呃 呃你要描述在不同条件下 呃 这种小概率呢 呃 它是呃 怎么形成的 它会怎么变化 同时呢 呃 某些概率呢 它是会不会撞车 就是有一些小概率撞车以后呢 就变成中概率 甚至变成大概率 呃 对于当前分析问题呢 呃 也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谁都说呢 这个呃 呃杠杆率高 呃 可能会出问题 呃 呃 但是呢 全球也看到呢 有一些杠杆率高 有一些杠杆率不太高 呃 有一些杠杆率高的也没出问题 呃 所以杠杆率高呢 一定是要在结合在其他某种状况 和其他变量 呃 呃 也还有很多 呃 呃 当前呢 来讲呢 就是一个资本外流 呃 呃 大家都关心 最近这些天大家都关心 阿根廷到底怎么样了 阿根廷似乎会会 呃 会像以前一样 啊 这个呃 在发现这个疲隆主义的这种 呃 那种 呃 那种状况 呃 那么呢 他的很大问题呢 一个是债务 呃 一个是他的这个资本外流 呃 一个是还有一些国内的问题 是某一个变量单独就决定了 呃 他的这个问题吗 就是说 是不是由于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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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加息 呃 美债收益率提高 呃 资本外流 呃 所导致的呢 还是说呢 必须有好几件事 才会导致 这个 这个阿根廷出现这样的问题 呃 呃 那么他们下一步会怎么样 呃 那么大家都知道那首歌 叫Don't Cry for Argentina 呃 呃 我们衷心希望呢 呃 我们不会再一度Cry 呃 总之呢 这个呃 呃 我个人借这个机会呢 这个呃 呃 讲了一些 就是说 我们从十年 呃 经文危机总结中 呃 呃 有很多呃 可以思考的 这个 这个可以改进的 可以充实提高的 这个呃 呃 观察 研究 分析和政策制定的方法 呃 使我们呢 呃 没有白白经过 呃 这样一个危机 使我们学到更多的东西 使我们得到提高 呃 使大家呢 能够在这方面 呃 能够有所 呃 有新的 呃 这个题目 可以研究 呃 也可以做论文 呃 说的不是的地方 请大家批评 谢谢大家